《解忧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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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张富健 在《解忧杂货店》这出五台剧中饰演杨志雄 杨颖 当然了 我会照这个剧本 透过导演的指导 照这个方式记性 但是最大的挑战 我还是要挑战这出戏 挑战观众 征服自己 我觉得重点在这里 如果你有我们所所谓的烦恼的时候 最好就是能够找一个人 人家可以听到你声音的地方 我想人都有不成熟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找一位成熟的人来指点移金 无论是在做事情上或者做人处事方面 电影面是它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的 事后透过剪接后续 舞台剧它是一气呵成 台上是直接剪接 但是演员在台上也要有镜头的概念 什么时候是特写 什么时候是真景 什么时候是全景 虽然没有剪接 但是舞台剧的演员心里面要有剪接的概念 当然还有一点 舞台剧迷离人的地方就是 它是给观众拥抱在一起 台上台下彼此拥抱 台上的演员你是表演者 其实你也是观察者 也是被表演者 非常非常好玩 当时在电视台演了大概五个五六年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演得很好 那我自己也觉得自以为是 那直到我碰到那个胡金泉辅导演之后 他的一言一行 除了他的演戏的技巧演技部分 影响到他从他身上也看到 做人处事的一个态度 这是我觉得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企划 甚至改变了我对当一个演员的看法 等待它不是白等待 其实等待它是 过程中是一个储存你的能量 透过学习储存你的能量 那更重要就是 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一定要培养出兴趣 把你对戏剧的兴趣 要培养出来 这样子你从事这里来 你就不会觉得倦怠感 而且人 你有这么棒的兴趣 陪你过一辈是多好 这是最大的幸运 因为在我进俱校的时候 我才九岁 那个时候 谈不上选择 更谈不上所谓的喜欢 兴趣 等于是被送进去 进去之后 我不了解什么是戏剧学校 可是进去之后 等于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进去的训练 我一直觉得很像文英文 就突发炼章 不解其意 但是呢 你把它记守 背守 等你消化了 哇 你就会觉得 把它当成白化了 你用一些 觉得很 我带来的是这个词汇 这个 因为太厚了 我把它 那个帮中拿掉 这个是在 差不多四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我看到 我觉得好棒啊 那我就赶紧买下 经常地使用它 不认识的字 马上就找它 所以我自己 那个时候 写下了一句话 我说 这本字点还不错 下面是 莫为且歇二字 所欠乎 白手 进城浩炭 有时候 当地一段要做 就要马上去处理 可是呢 大部分人会说 等一会儿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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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再没人 所以我就写下这句话 勉励自己 就是说 该做的就要去做 不要被 且歇二字所欠乎 日本盛泉东野龟 援助捷油炸火店 马上就要演出了 从9月4号到20号 在水源剧场演出 沉甘地邀请大家 一起走进剧场 疗愈我们遗忘的内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